他说你一样未毕业,我一样可以照佛理 我记得,骂到他,我记得 他那时候考完试还是什么,学期尾 考完试是回去捉棋,捉菲行棋,波子棋 好漂亮的球 给下去,成龙 57分钟 于是乎就是这样,他照样被骂 说得太远了,就要带证书,什么学生 学生想,通常要填表,有时要贴 那些筆袋一定要,免得填表 别人不借筆给你,因为你和别人欠学校 别人借给你 申请入学这些好像战场 自己带定了,免得被人试 想定那些 上中下路三继 这个分数就不用饼饼鞭鞭鞭了 想女哥和牛,我在等大学 考得不太好了,要不要读 advise 或什么ivy,或者高级文贫 或者重读 想清楚吧,你想想 看自己要不要重讀,重讀一定要很有决心 你要破釜沉咒,重讀立刻回家打爆自己的游戏机,电脑,直播打爆那些游戏机,拍爆碟,拍照 把4R或3R烤箱贴了整个房间,我身上有胆吊个猪胆,每天在床上摆掉,只铺材,新的材材 有本事,不是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自己就会,我说肯定,我告诉你,很多wetake的人都是这样 鬆懈,哎,我怎么都烬人一年,放下暑假轻轻松松,是吧,通常都是这样,然后鬆懈六,就不是很好 打钉一定要的,因为你打钉一样是没有的,集中力啊,精神啊,脑,我看那些中医网说打钉会射出脑的水出来 脑的精水,骨水,骨水就是那些最重要的精华液 你是脑的精华液被你射光,读书读得好,是吧 总之我说这么多就是告诉你,如果你真的选择要重读,就是那个决心就一定要很大 否则就会历史重演就不太好,明不明 好,来啦,接着有什么带好啊,想想一下,学生身份证,钱,地图咯,你要去哪间学校 要知道咯,安排好,刚刚说的安排好行程 还有带手机,充足电,不要在街上玩什么Candy Crush,吃光电 没有玩什么puzzle and dragon,不要玩这些了,那时候电很有用,互通消息 那些朋友,就不记得了,省住了,不要乱按开,这三次啊,行 好,扔出去先啦 好,我给后面,成龙 这次我们已经有没有机会赢了,再比赛我们给DD,DD被人拍住了,摸底,立即撞一撞 回头先,回头先 好 再来 有机会啦,想给直线达叔,可惜啦 对面这个阵跑得这么快,像摩打那样 每一海都在跑的啦 现在是带领布啊 来啦 红一红,再比 什么啊,但是 咳 再来 放下来 这些 带什么啊,还要带什么啊 带什么啊 有些人说带什么指南针,什么维他命 什么钢子那些盒子啊 盒来干什么啊 LAST OF US 玩上脑子啊 你 盒那些钢子,盒,盒什么 有什么盒子,肯定没用的啊 你干什么呢 肉薄武器肯定没用的啊 你絕對不會有肉薄武器 首先要帶一輛鐵、烏零棍 還有彈弓刀、煙霧彈、汽油彈、釘子炸彈 全部都不等死 零件 零件 紅一紅 給你 大俠再撞上去 聖龍 紅一紅 再給上去 另一波 沒有機會 再入球 林元昌 不懂 帶什麼? 成績表? 一定會帶的 因為你過日放榜一定會拿 怎麼會不帶? 沒有可能不帶 除非你弄不見 中學的成績表 中學的成績表 對 還要拍人 你拍人定一堆 一開始你不要急著去找學校 先印定副本 來吧 再給鬼 這下差一點 記住 拍人定 你不要急著 一開始馬上霸頭 烏鷹 你一開始派完 如果你知道 未如理想 即是未必能進到大學 你就馬上冷靜 你不要急 不要慌亂 冷靜一下頭老師 去一個地方 可能你的朋友 或者不斷漏你 做什麼 你不要急著 沒有別人的朋友 叫你去什麼 你就馬上急著去 你想清楚 自己拼在一二角 思考 細心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做 想清楚 看看有沒有朋友 去同一個地方 你先跟著去 不要急著去 不要急著去 和波啊 什麼Lose啊 Draw啊 聽聽這些 不關你事 唉 我住全灣 但是灣仔讀書 是不是已經輸在氣泡線上 有什麼用 坦德說 當年會考派放榜 帶白花油去 怕自己緊張到頭暈 沒那麼誇張吧 這麼擔心 我當年放榜 我A級放榜 我還去吃個老麥 我還記得 我遲到 我還記得 我急著 A級那級我 反而不用跳學校 我那時心想 行不行就算了 掉了心水 做農夫 算了 我吃個老麥 我記得 吃個老麥 我記得是吃那個早晨全餐 熱香餅、什麼東西啊 有個包啊 有包提子醬 你們說什麼不用用 扔掉了還是什麼東西 噢 給我發達 吃完喝了一杯 我還拿著一杯奶茶慢慢走上學校 我記得學校上面的人已經在喊我 快點啦 遲到了 快點拿一些女生在叫我 我還插著我 繼續慢慢走 絲絲然地走上去 哭完之後我就拿一個成績票 我就回家 他們打算去慶祝還是什麼東西 你也知道啊 去慶祝也考得好 咦 來了 出來的球 撐下去 嘩 兩個人在打撞 反而兩個人一個球都碰不到 但是球去到啟態度 看得怎麼樣 我想出球 我懂省中的 我都沒有去慶祝 我就回家 然後 我記得還有說 這層是要放榜 好像要在電腦上去查自己的 查那個 上網 不知道要註冊 還是什麼看你派了什麼學位 你記不記得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媽 他在打撞我 我叫我 我叫我什麼 我伺服員都很難看 我看 我好像高等那些 高等那些伺服員 幾百萬人一起上去 馬上去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這麼辛苦 我睡多一會 我立刻不理他 我現在就砍頭了 他狂吵我 快點看吧 臭小子 我說真的看不到 你相信我 我死都不肯看 我死都躲在皮靈奴 和皮蓉維一體黏著 我記得他在找密碼 他在找密碼 想看自己的成績 不斷撞那些Lock in ID 等等 在找封信 說你不用撞了 我死都不會起床 你看到就看 但我不會去看 我說你出去拿一部手提電腦去 我好像那時候還沒有手提電腦 總之類似說你出去弄吧 不要在這裡弄吧 我說你出去網巴弄吧 不要吵著我睡覺 我稍後再起床慢慢看 我記得這樣說 那時候是早上8點還是9點 然後他吵到我睡不到 我說幫你看吧 應該10點 應該不太聰明 伺服器沒那麼倒閉了 伺服器可以看 於是我起床 現在起床 先說這球 再下去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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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幾天就要立即去註冊什麼東西 好來啦 紅紅 再給下去 滴滴再咬 好 想射了 想護球去大位射 嘩這一下他拿得漂亮 最後搞了一大龍 好像差不多晚上才找到他們很害怕 晚上才找到他 我聽到是否兒子沒有大學讀 不敢說故意丟掉了密碼 我說不會 嘩來啦 現在我不會 我說放心吧 應該不會沒有大學讀的 我就這樣說 我就這樣說 搞了大龍才知道我派哪一間 我就報給他聽 其實我也不想報 想看他們會怎樣 會不會害怕到瘋子 我騙他沒有大學 有得去外國讀書 會不會 當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家境沒有辦法 支付到 這些 這些 想吸進去 好來啦 嘩我想問 現在是不是還要上網才知道 你派哪些位置 他是不是還在用藥智系統 幾十萬考生同一時間 逼上去看到的旗 Google 知道有辦法做到這個伺服 好 好 勝龍 撐下去 DD 想給的了 我懂得拿不到 還有啊 勝龍再給了達叔 再之後 會不會太靚給了DD 但是被Cena一步頂出來 再挖回達叔 過大俠 吸著球球再出 漂亮球 嘩 我懂得 好 給下去 我賣廣告 幫Dubas賣廣告 蛤 神經病啊 我罵他還幫他賣廣告 好 看看 給下去 買來有什麼用啊 Dubas Dubas每年賺多少錢 抗爭 每年是否他維持那個系統 你是不是都要用啊 他逼你就好像考試局那些 你買買廣告都沒有用 是吧 他都不用買廣告 做有36 不做有36 那些 是吧 好 你沒得選的 你一定要用Dubas 你不會 是吧 你可以用什麼 Dubas 但你考回考Dsc 就一定要經Dubas 是吧 好難聽 Dubas 你看看這個名字 叫什麼G G巴斯 聽下去 嘩 昨天有人說打機會零死亡 沒有死到啊 哪有死到啊 他暈倒了 再起來再打過 沒有死到 好 DD 攻勢一浪接一浪 再給下去 5分鐘 上半章給我們 進回球 好嗎 嘩 飛鏟 我都過來飆球了 今年升中日第五志願 入了玫瑰缸 好怕認識不到朋友 不用擔心啊 玫瑰缸 玫瑰缸是 私校來吧 好像是 校服啡啡的 女兒是穿黑絲 如果我記得她們的校服是 你有沒有記錯 她們不是穿襪的 她們是穿黑絲上學的 有沒有記錯 她們是大學的 她們是搞的 她們是把是歌 從黑絲上看 我都不知道 我會說 她們不是說 流行有的 她們在這裏 讓人不先看 它們將不OK 因為她們在這裏 這樣應該看 試著過 你不先看 放榜? 當年放榜? 當年如果你是會考放榜你真是打屁股啊 放榜是多少歲啊? 16 還是 17 歲,好,來吧 給下去,哎呀, 不好意思, 給得不靈, 想給上面啊 另外, 張公寶過, 這些, 幾個人吸過來, 想給再來 死照啦, 可惜啦 放榜都挺有趣, 說一下這些都回憶了很多時候 那時候, 很喜歡, 我記得每次考完有去一個Camp都挺有趣 那一刻就真的覺得解放, 你們現在沒有啊 你們現在只有一個考試, 我覺得都好啊 考兩次, 第二次我流氣, 我都沒有心機再考, 已經用盡 第一次已經用盡了一股燭氣 那時候, 第一次經歷了考試, 就說, 嘩, 這個好像主宰我命運 如果你升不到中六七, 就沒有可能進到大學了 那時候就這樣想, 那時候會考到老命 然後, 經歷了一次大戰之後, 第二次就沒那麼火了 都考得過去, 第二次都不會太難, 不知道為什麼頂了一點 現在, 只有一次考試, 我想到好一點, 而且A級好一點 兩年都讀的東西就好多 你也是這樣吧?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辛苦啊 CE那時候, 第一次太牛底了 第一次你通常會比較害怕, 第一次考試 但第二次你就覺得, 哎, 上次都合格, 今次應該都合格吧 那樣, 你是稀稀稀稀稀稀的 那些謠言, 造謠生事 那些說什麼, 啊, 中六啊, 很輕鬆一下 不知道怎樣怎樣, 中七先努力, 說那些狗屁說話 那些甜言蜜語在那裡慫恿你 你們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就可以避了這些劫數 我認識有些人會考6A30分, 但A級好, 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D啊, D啊, 幾條D, 幾條E 那樣, 緊緊合格, 當然大學都讀不到 DSE一試就定生死, 你說好恐怖 DSE也是, 你進不了會考, 你也讀不到大學 其實都是一試, 我們是兩試定生死 經歷兩次, 你想吧, 如果你是 我給你, 我問你了 你喜歡打一次, 這個世界打完一次, 這樣就完 還是想連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 打完一次世界大戰, 立即爽歪歪, 響腳, 享福 立即退去後面 你現在是想, 哈哈, 狂打仗, 打兩次世界大戰 老老癡癡癡, 打打下都不想打, 立即想自殺 軍人有些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還說, 你們包咬頸, 怎會喜歡經歷兩次大戰 你走去問你媽媽, 你想不想經歷世界大戰 然後她說, 當然不想啦 她說, 如果你一定要選擇, 她說給你選擇, 你想經歷一次還是兩次 嘩, 靚波啊 我們走, 我六分鐘 那你CE死了一次, 還有得翻生 怎樣翻生啊, 你死了還是要重考CE的 那你DSE, 你現在新的會考, 你肥了還是一樣再翻生 你都可以不選擇的, 是吧 你選擇一個考試啊, 你不是的 我才, 我翻生完了 然後我還要再考一次A級 然後我又死, 又再翻生 那就用兩年, 是吧 很辛苦的, 有得考 讓你選擇, 你考過A級的人一定會這樣說 有得搞, 一網過算數了 沒有搞那麼多, 一拋過 要打, 要打打一次, 一決勝負 好像那些武士片一樣, 兩個人拔刀 就拿命是幸福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想約雷雷去街, 但她說不想出 是不是真心話 那可能是, 她不想出, 什麼原因不想出 她有個理由的, 你說為什麼啊 你捋一下她嘛 你約她去什麼, 怎麼約法 你說清楚一點, 我才答到你, 是吧 你跟她有什麼關係 不是, 三不識七 第一次我看到一個美女 然後就馬上跟她說, 喂 我們去街啊, 正常人都不會讓你去啦 對不對 哦, 有機會啦 機會來了, 飛雲 看這些 看怎樣 再進來給我, 漂亮 成龍74分鐘 A級不是人讀, 兩年學太多東西 你真的學到錢 我主要是覺得A級出卷呢 就不是說你努力就行啦 要考一些 那一刻你就會知道智力的差別 你會覺得, 噢, 有些人真是天才 我最記得是那些什麼理科 我很記得那些人說 那些讀數學 那些什麼叫Pure Maths 有一科叫什麼純數 他就說純數呢 他說我是不懂得做 我很記得他跟我講 我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他說, 不知道說什麼 我上了兩年 不知道說什麼的 他就說, 你有沒有試過做到要背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我兩年就是背數 他就亂試過 什麼黑幾分 他就這樣說 我說, 我已經預了炒 我上了Pure Maths 雖為文科 我不知道 但他講到這樣 我想都挺恐怖 他就說 有些人是 電腦一看下去 就懂得怎麼做 拿滿分 A等 那些分數差距是很大的 有些人飆什麼 不知道拿九十幾分 有些人就拿零分 什麼十分 就是每 騙兩個step 做些多餘的事情 拆一下括口 拆完就算了 他就拿兩分就算了 他就去下題再撻兩分回來 他就這樣說 做數做到這樣 真的很悲哀抗陣 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可怕程度 好, 來了 紅色紅 成龍 再給下去 再撩 你們有沒有機會靈波 哎呀 悲哀抗 Pure Maths 可以做數字嗎 是呀 他跟我說 神經病 你有沒有看過做數 沒有數字 他全部是ABCD 符號 整個不知說什麼 就是他回答了一塊 如果是中五、中六 那些數字 那些人說 Factorize 他已經炒了一碟 已經和你自動炒了一碟 又有什麼開荒之類的 是吧 一批屎 真的完全不懂 幸好我不用讀這些 我記得文科 那時候我們會考數學 就是做了MC 拿一條C就算了 那天下面 那天好像還有什麼 A Part B Part B Part是很難的 我記得數字 有些卷 我不知道做到 一題之後 第二條已經知道 不用做了 我可以對回其他MC 中五 嘩 好 一輪文智 我沒有考A級中四 沒有 那時候那些人說很難 我幸好沒有選 我本身也打算選中四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選 就不知道讀了什麼 雙科還是什麼 覺得好像不用 雙科 我那時候就感覺 應該是吹一下水 這樣就算了 選了 現在讀一下 都是自己不太喜歡 大學沒有讀 好 出個靈波來 這些 差一點點 頂到 A級中四 我講過 那些同學 跟我說 你有信心成為影印機 你一定可以很高分 背了他 記憶面包 文丁東借個記憶面包 刨完 你想想 就算抓到題目 你也要背到很多頁 十幾二十頁 你就可以有分 現在極快 這隻手 訓練你的光束 射手 差不多了 十點半 我們先轉個遊戲 辛苦各位隊友 辛苦各位隊友 做什麼遊戲好? 因為我有幾個原因 今天就未必 做什麼遊戲好? 因為今天呢 昨天我打得太快 一來我有兩個原因 今天就不玩 這個 Last of Us 有兩個原因 一 一 沒想過自己玩得這麼厲害 因為 剛剛線人跟我說過 林環之前 他跟我說 可能就會 爆機 他跟我說 因為下班的時候 我才知道 可能會爆機 因為我昨天沒有想過 太快了 一般人那裡 就要玩很久 玩整個五六天 但是大叔一下 就玩完 因為我沒有通知到人 我怕爆機 有些人看不到結局 不開心 不興奮 這是第一個原因 你的原因呢 就是一會兒要讀那些 點唱 一會兒玩到 玩到 玩一半 沒辦法 不夠時間 讀好多啊 怎麼相信 幾十萬封 就已經讀不完 所以我建議 星期一才爆機 等你們考 讀大學 然後玩 開開心心 之後才爆機 你們意下如何 所以我建議 先玩其他遊戲 什麼 什麼 last of us 都說不玩 last of us 爆機 反正你會卡癡 才不是很短 先人跟我說 一定必爆的 我不記得通知人 主要是這件事 有些人說賽車 還有什麼 街頭霸王 玩舊遊戲 拿黑人 高達 好難決定 你想想 快決定 Dark Show 有些人說 食物大戰喪屍 食物大戰喪屍 怎樣 先看看這裡 還有什麼遊戲 說玩什麼 吃飾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Sniper 2 不過Demo 要不要試一下 我沒玩過 怎樣怎樣怎樣 忍龍賽車 快點決定 Dark Show 又來 片都完長 我現在在想 Forsa賽車 玩鐵拳 你有沒有玩鐵拳 有一隻新的 download了鐵拳 免費的 很多人玩Dark Show 坐車 通常是這兩個最多 暫時的士尼大冒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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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玩的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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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我沒有裝到Keynet 玩不到 我也想玩 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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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Keynet才能玩到 是嗎 要Keynet 我沒有裝 大佬 怎樣呀 Forsa Forsa 隨便吧 Forsa 算了 賽賣去 是NBA 通常都是這些 搶時間 牛Game 什麼Keynet HGame 什麼 假民主 這麼多人 又說 我假民主 現在幾千人 不是那麼容易 最後投票 Forsa NBA 還有什麼 鐵拳 還有什麼 嘩 發呆 瘋 你知道那一刻 同一時間 最後投票之後 爆出來那一刻 每秒幾十萬 上落 Forsa Forsa 你們會喜歡玩賽者 玩了 最多呼聲 永遠是這麼癡癡 的